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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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郭大開講 各位看到郭大今天不太一樣齁 不錯齁 郭大今天要講的主題很不一樣 Gentleman's Wear 也就是肖邦表的身世之道 好 我們都知道 台灣的表面 大家買表很重視啦 買的都是很好的表 但我覺得很可惜就是 穿着上都太馬虎了 如果我們可以讓它平衡一點的話 就很棒 所以今天郭大呢 想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利用一款表 改變自己的形象 讓自己的穿着得體一點 尤其其實 可能大家對身世認知會太嚴肅一點 身世不一定是要穿到燕尾服啦 很隆重的厲害的衣服 其實不是 你要當一個身世的話 當然燕尾服也是個選項 西裝也是 皮衣也是 都可以 所以今天郭大來到一個 中安區的這個 身世用品選物店 就是說 因為其實郭大我對這個東西也不太懂 你可以幫你表選定好以後 你再到我們這種類似這樣的 身世用品選物店裡面來 你把外在的這些衣服啦 鞋子啦 領帶 從頭到腳的 你交給專家來幫你打點 我告訴各位 這樣子 你一定會全身呢 都會呈現出很棒的 身世之道 那因為蕭邦的錶款也很多嘛 所以今天郭大為了簡化它呢 我們特地選定一個叫藍色錶款的主題 我們用藍色錶去搭配所有 可以讓你成為身世的裝扮衣服 好不好 那郭大選的第一款就是 很適合搭配正裝西裝的 LVC 系列 XP 超薄的自動腕錶 戴這款錶很簡單 你只要到倫敦市中心的薩威爾街 去做一套定制西服 就完美了 因為我們這款錶正是從那邊做發想的 所以你先簡單看一下我們的錶面 它是很類似那種布紋面有沒有 因為它是鍛造有點拉絲的那種感覺 錶帶更重要 它是使用最頂級的美麗肉羊毛 去做那種千歌紋的編織 編織出有沒有很像西裝的感覺 背面的襯你竟然用到很高級的鱷魚皮 所以整個錶款 給你一個很頂級定制服的概念 除了這些以外呢 它的指針還有立體多切面的石標 讓你整體看起來更具備高牙的氣質 那蕭邦最大的優點是不只外在很厲害 翻過錶背 它內部全系列自製機器也很讚 這一款錶所搭載的是蕭邦自製的 LUC96.53-L的自動商量機器 那它採用的是蕭邦很英以為傲的 四分之一微型自動盤 那麼採用它們專利的TWIN系統的發條盒 可以達到58小時的長時間處男 再加上呢 你從這個透明的表面可以看到 它有很緊密的內容波紋 還有手工的倒腳修飾這些 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款非常頂級的自製機器 好 那我們說男生們出席的重要場合 一定要帶女伴 你也要幫女伴、女朋友、太太 準備一鍋大手上這一款 蕭邦 Happy Sport 系列 那我們說這款錶是源自於1976年的 Happy Diamond 那這個所謂的快樂滑動鑽石呢 它的靈感是來自於說 德國黑森林啊 那個水珠滴到石頭飛濺起來 透過那個森林間隙的陽光照耀反射過後 哇 那種璀璨的光芒 好 那後來我們的設計總監Carol來 他就覺得說 這個飛濺的這個水滴受到陽光照射以後 那如果鑽石也能夠滑動 也能夠像這樣子有飛躍的感覺 那多好 所以呢 這個滑動鑽石才會由此而生 這個設計不只概念很棒 它也包含很細的工藝 好 那1993年呢 這個Happy Sport 系列推出以後 它有幾個改變 第一個 那早期的這個Happy Diamond 它是在邊邊滑動而已 Happy Sport 系列就把它進化到 整個表面都可以滑動 所以它的滑動自由度更高 滑動起來 光彩的散發又更精彩 第二個呢 它首度採用不鏽鋼材質 第三個 滑動的不只只有鑽石而已 我們還有包括很多元素 好比郭大手上這一款就是 星星月亮太陽 當然你還有字母啦 還有愛心啊 還有魚 甚至你也可以訂製 所以它的鑽石變得很多樣化 我想這個已經變成是 小邦的經典 男生有了 LVC系列呢 女生再加上一款 Happy Sport 系列 兩指搭配起來 我覺得相得益彰 你跟你女伴如果帶這樣 手錶出席 一定會成為Party 聚會上的焦點 各位 我們說紳士錶呢 不是只有正裝錶而已 其實休閒錶 運動錶 都可以搭配起來 讓你成為一個道地的紳士 所以接下來郭大要講 比較休閒的 我常常講萬能萬用的手錶 小邦的Alpin Ego 阿爾卑士雄英這款錶 我們手錶很講傳承對不對 這款錶就是小邦 這個 Shevel家族三代 爺爺 爸爸 兒子 三位呢 共同催生設計出來的 一個他們全新的休閒款的產品 好 那既然設計的靈感 來自於阿爾卑士山雄英 那我們也知道 阿爾卑士山有些地方 常年都是冰川啊 冰雪啊 那經過太陽的反射 其實那個樣式是很 閃閃發光很迷人的齁 那我們為了達到這個特點 小邦還特別從金屬去也練 專利的A223不鏽鋼 那麼這個鋼材呢 有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反射度很好 就像貴金屬一樣 它經過了這個陽光的照射以後 反射出來就像冰雪 受到陽光的反射很漂亮 第二點呢 它的維斯音度 比一般的不鏽鋼還要高 是它的1.5倍 所以我們都知道 從材質面就可以知道小邦的用心 所以你看到我們藍色的面盤 這個面盤你仔細一看 它上面有很細緻的紋路 這是來自於 R23雄鷹的瞳孔 近看你就知道 它的工藝感細緻度 那個是不是一般表格可以比擬的 國大最佩服的就是 表殼跟鏈帶的精心的製作 尤其這個表格樣式很特別喔 你看它中間這一排 是鏡面拋光的 旁邊是拉絲的 所以中間這個骨架很明顯嘛 這個其實為了表現出那種山脈的感覺 再加上倒角還有拉絲紋的對比 其實每一個鏈結 郭大覺得它都是一個藝術品 表殼的部分呢 表圈也有拉絲紋跟鏡面拋光的對比 外在的處理呢都做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還有一個很棒的一點是 我們錶帶扣其實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你看不出來有沒有 Airpan Ego它有兩個尺寸 一種是41mm的 一種是36mm的 那不管是大的或小的呢 它所搭載的都是天文台 COSC認證的精密機器 那麼我們說比較大的 41mm的 搭載的是型號01.01-C 蕭邦自製的自動商量機器 那如果你是小一點的 36mm的 搭載09.01-C機器 最後呢我們蕭邦總裁 也非常重視環境保育的工作 我們蕭邦總裁也是 EgoWiz的這個創始成員 那麼這個計畫的目的在於 讓大家都可以深入了解 奧爾卑斯山群弱生態的重要性 買手錶還可以支持環境保護 我覺得也是美式一裝對不對 接下來呢 郭大豪跟大家分享的是 蕭邦MMGTS Azuro萬表 那這個新款的萬表呢 有兩個款式 一款呢就郭大 左手邊的 Power Control 就是儲能指示的萬表 一款是Chronograph 即時馬表 那麼這兩款萬表有個共同特徵 因為剛剛郭大豪講一個 這個意大利文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清楚 Azuro 其實它就是意大利文藍色的意思 都是用藍色面盤 去做它主色調 再加上藍色的表圈有沒有 它這個新聞稿寫上鋼藍色 真的不太一樣喔 這所謂鋼藍色就是說 它有用了所謂的日灰紋的處理 所以在光線照耀底下 它會閃閃發亮 搭配在賽車表上面 我覺得很好看 也很適合這個表的痛調 第二點呢 因為它們是 源自於古董賽車嘛 所以你看左手邊這款儲能指示呢 它的9點鐘位置呢 是取決於 車上的這個油表的這個指示方式 那右手邊的計時盤呢 它這三盤面也是來自於 賽車上面這種儀表版的指示 都有很濃厚的這種古董賽車的風格 不只這樣子喔 它們都搭載的自動上鏈的天文台 COSC認證的機型 那日期盤我覺得更棒 它是1000里的這種 這個英尼米亞這種標誌的去做指示 所以它有個箭頭 再套上1000紅底的字樣 看起來很別緻又醒目 還有外在的表殼的部分 你發現它的表耳的線條很流線有沒有 這是來自於跑車那種流線的樣式 那計時碼表你看到它那個圓形的按把啊 上面有刻紋 是來自於這個油門踏板的那種 指滑的那種紋路 再來我最喜歡的是 藍色的表面配上了藍色 具有透氣孔的皮帶 這個皮帶不簡單喔 它除了外面有打孔的修飾 但是裡面呢還是登陸譜輪胎的樣式 紋路很棒喔 所以裡外都充滿了這種賽車的感覺 跟元素 戴一隻手錶就感覺你在開著古董賽車那種 那種意境 所以也可以達到 紳士的風格 那麼以上報告到此 任何問題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